以色列坦克和士兵来回穿梭 继续在加萨扫荡哈马斯 以至没有收手的打算 总理纳坦雅胡周一也来到边界视察 重生会占到底 针对外界抨击 在医院附近交火的说法 以色列有话要说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空拍镜头 显示圣城医院外有男子手持RPG火箭弹乱晃 从医院反击 不过同间医院其实还有受困的美国公民 证明美籍女子和妈妈三度尝试逃离都没有成功 最后还惨遭炸断手指 加萨医生也是一脸疲惫描述惨况 以色列同一时间也在北部编辑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 当时有黎巴嫩记者连线到一半 突然感受剧烈晃动 直击惊恐 炮起瞬间 对于美国政府力挺以色列 没有支持全面停火的态度 智库专家表达担忧 认为这样的立场逐渐站不住脚 美国未来恐怕也得付出代价 点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您说不用赞 订阅 вообще没工作 灵 би 公正 看看 弟